不过虽然伊拉克的情势紧张 但是美股还是走扬的 那么再加上大陆上正值指数呢 涨到了两个月的高点 这也带动了台股昨天收复了9200点大关 中场昨天台股呢是小涨了6.54点 专家认为目前外资仍在多方 只要国际股市没有出现太大的利空 那么台股均线仍然是会呈现多头排列的 所以建议投资人呢继续选择强势股 包括了苹果跟半导体生技股都还蛮吸睛的 我们带来看就市冷市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